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8日 今天上传了第二个海外奇谈节目 来谈谈台湾 现在美国由于疫情的影响 老川普作为美国总统 现在是身心疲惫 确实不容易 因为数十万人感染 数万人死亡 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灾难 能不能渡过去 那肯定对于川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那么你再看中国这一方面 大陆 习近平机器团队 在王沪宁等人的吹捧下 至于取得了防疫工作的胜利 于是 有很多人鼓动 要无力攻打台湾 再加上现在 习近平也陷入了内外交困难 这种局面 他也知道 美国一旦将来 把这个疫情制止之后 肯定要通过联合国 这个索赔 罪责 采取一系列的法律行动 所以说习近平也很紧张 你看这一两天 不停地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又和白俄罗斯总统通电话 等等 这个到处去拉关系 结盟 那就说他也知道了 这个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即将来临 这时候党内军内就可能有一批马屁警 一些所谓的武统派 就开始在他耳边吹风了 现在是打台湾最好的时机 因为你看表面 美国的军舰航母上面都有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了 战斗力削弱了 国内的自顾不暇 经济股市都是比较麻烦 那么其他国家 也都忙于自己的防疫的事情 也都是精力有限了 所以说党内那些主战派 那所谓鸽派 那所谓鸽派 不是鸽派 就开始鼓动习近平了 因为习近平本身来讲 我以前讲过文化素质太差了 认知能力太弱 喜欢听好听的话 好大戏功 刚鼻自用 这马屁警人一跑来就不知道 就怎么样了 所以为什么以前犯这么多的错误 香港反送中运动 台湾这个蔡英文连任 国内经济又下滑 新疆再教育营的事情 再加上中国官毒 蔓延全世界等等 很重要的原因都是什么 认知能力太差了 就太自负了 认为自己本事超天大 所以说一直想超越毛泽东 这个要解放台湾 所以 现在这个海外的自卫体不好 都在鼓吹了 就说要攻打台湾了 甚至讲一些 还有些 讲得非常细致 有鼻有眼像真的一样 本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这个俗话讲了 狗鸡的跳墙 可能到了一定困局的 说不定为了打台湾来转移国际社会的实现 先下手为墙 这个也很难讲 有些人就是这样 无知 产生无畏 你看一般无畏的人 就是说 忙干鲁莽 二愣子 做事的时候 都是什么 这个头脑 大脑空空如也 读书又不多 见识也不太多 就在官场上混那么几年吧 自我感觉那是非常好 你比如说 这个曾经修改的宪法 搞这个所谓的国家主席 副主席终神志的问题吧 你就说明什么 说明的确有一种想法 就是要做现代的皇帝啊 这都很可笑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啊 皇帝已经被埋葬了 帝制已经埋葬了 不可能再回来了 当代这个元大头不是实验了一把 最后就是也是草草了事 结局非常悲惨 所以倒退也没有出路啊 但是他身边有一些人是什么 是为了就维护自己的 这种生活啊 永远是这个有特权 所以就就用这些 令人肉麻的字眼吹捧他 他一捧他就不知道找不到北了 所以连连的出错 所以说本人在视频节目当中 多次非常坦率的 其实也是非常善意的 真诚的啊 就是奉劝啊 中共的领导人 特别习近平啊 千万要放弃什么 武统台湾这个想法 这是一个愚蠢的啊 就是愚笨的 这个狂妄的这样一个想法 这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你这样想吧 你学毛泽东 你就掂量掂量 你自己的本事和毛泽东比较 那哪是一个档次 你想毛泽东都不能 所谓讨不统台湾 不能解放台湾 给蒋介石都留下 这么一个报道啊 一个牺牲的地方 你何况你习近平 你和毛泽东哪是一个档次 你拿这个文化素质来讲 毛泽东读那古书啊 那古书底子 有几个人胜过毛泽东 那是大学问家 那当然毛泽东是 专制极权统在这儿了 我也不是完全赞成 但是人那个 读那个书的水平 现在有几个了 也包括大学教授 有几个研究历史的教授 中文的教授 有几个了 上过毛泽东的 那出口成章 那真是满腹敬人 那诗词写的 那书法 那你 没人能比得上的 你习近平 你一读讲话稿 就能摆来个字 还能读出个宽衣出来 是吧 你根本都不是一个档次 是吧 再加上你北韩 朝鲜战争了 人家把自己的 就唯一的这么一个 心肝宝贝 毛岸英压上去了 让彭德怀带着 到第一线去战斗吧 那你现在的当官 来做共这个官员 你不管是共青团队 还是 这个 戏下去 哪有这样的 这个 这个非常 大公无私的人 哪有啊 根本就没有 基本都是两面人 是吧 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说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见识 所以我认为啊 你要真正打台湾 我认为一打就肯定是惨败 因为你这个打肯定是刚开始是用于海军了 你这个海军现在是沈金龙当的司令 不要忘了 沈金龙在干了几天 主要的人员都是 这个海军的骨干力量 都是大连水面舰艇学员 或者是国内其他的舰艇学员培训出来 那吴省力 吴大孙儿的我是太熟悉了 就他领导那些海军能打仗 哪能打仗 是不是 有些事我就不去讲得详细了 就是非常是巧合 本人是辽丁大学历史系毕业的 我们毕业那一年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辅导员 就是水面舰艇学员教官嘛 后来也是这个非常不幸去世的 这些细节我就不去讲了 因为太了解了讲得也不好 我说的什么都是善意 就是说千万不要冲动 手下这些人 王沪宁啊 是不是 张又霞了 捧一捧啊 这个 要做伟大的领袖 我胜过这个毛泽东 一定要一举拿下台湾 我看还有的在这吹牛逼啊 就是那个 叫什么名字 所谓的解放军的将领 就是三天五天 多几个小时 就把台湾拿下来了 要那么简单的话 毛泽东不早拿下来了吗 毛泽东那心中那种 要统一中国的凶行壮志 比你们高得多 他为什么他不能拿 因为什么呢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你每做一个事 你这个治大国一碰小仙 你要做这件事 你要想到什么呢 方方面面的联系和关系 方方面面的国家 那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理 你当年美国要是不理的话 那就不是这个台海啊 就不是这个目前这种状况了 也不可能有两讲时代和毛泽东时代 这个分支就起码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本人认为啊 这个历史的发展啊 他是不以一些这个人的意思 比转移的 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里边的麻烦是非常多的啊 本人没有去过台湾啊 但是今些年呢 来到海外了 有机会这个查看啊 就网络上自由媒体的很多的 左宗右关于台湾的一些 报道一些观点 一些批评啊 所以对台湾也是略知一二 今天就稍微卖龙卖龙啊 为什么你不能攻打台湾 你先从历史上来讲 那台湾这个地方 这个历史悠久了 人节地定啊 你看他经过这个 这个统治这个历史的厌格 哪些这个 哪些方面啊 这个这个演变 哪些历史是演变过来的啊 就哪些人统治过台湾 你想一想 是吧 最早的历史应该从台湾这个 我看一些简介 这个大渡王国啊 当时他这个控制的范围 是24个村庄啊 那是比较久远的历史 接着就是和西时期 荷兰西班牙 虽然当时是小国 但当时人也是非常强身 所以才能占领你台湾 是不是啊 接着你就 你明镇时期了 明朝 郑成功了 那都是大英雄 了不起的人物啊 你习近平现在 你这个能比 你能和郑成功去比呀 你根本都不是一个 一个层次层面的 本人这个学中国的历史 应该讲还是 比较认真 在大学里读啊 看了好多有关 这个郑成功了 那是三代啊 你别忘了 三代统治 是不是啊 郑成功这个之后 这个叫1862年 对不对啊 开始吧 这个三代统治能够延续下来 那也不是一般的 这个战士啊 是不是啊 到1842年了 那紧接着呢 紧接着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清朝统治 对不对啊 你像清朝统治在结束呢 你还有这个 这个日本统治时期 有50年了 是不是啊 再往下 大家都知道 二战结束以后 这个中国是借助于什么 借助于美国的 这个势力啊 你把这台湾 归宗化民国了 当然了 根据网络的消息啊 讲到当时 签订的一个 旧金山方面的一个 一个协议啊 说那个时候就曾经 就留下了一些 这个欠缺啊 也就是说 没有明确的界定 这个台湾是给这个 给这个 这个民国政府啊 也还是给大陆 这边的政府了 我看这个报道当中讲啊 就这个问题 我没仔细研究过啊 这个旧金山的协议 到底是什么协议啊 将来有机会啊 就可以去 这个看一看 仔细的这个研究 你想清朝这个统治 时间就更久了 感觉网络的消息 在212年啊 清朝通知啊 是不是啊 你看到网络 我看今天 我查一下这些资料啊 这样讲吧 也就是说这个 整个这个台湾这个 当地这个老百姓啊 那这是 这个见多识广啊 经历了事情太多太多了 并非像大陆那些 在共产党统治下 信息很封闭啊 读了几本马列主书 对这个台湾啊 所知甚少 全平的逆想 包括习近平在内 我估计 他可能对台湾这个历史 他恐怕都不是太了解 你可以想象 他这个 这个梁家河的七年读书 那时候肯定没有 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了 你看不到 你上了大学以后 我那肯定呢 整天也忙于这些 这个学业了 你未必是了解 真正台湾的发展这些 就演变的这些详细的 这个史记啊 都没有度过 那后来当了官 每天就是这个 迎送往来吃吃喝喝喝 是吧 会情思啊 会报啊 做做表面文章 比较精通于 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 这些权术应该是懂一些 但是你对台湾这个历史啊 现状 台湾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啊 台湾的台湾保留的中国的民主的文化 传统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风土民情 应该讲是 还是所知甚少了 我估计不会比 像我这样的 这个历史系大学生多多少啊 所以说我今天是比较 再次啊 就从这个网络上查看 台湾的这个演变这个历史 我觉得啊 你像通过武力的方式 来这个 这个恐吓台湾 让台湾的老百姓臣服啊 这个一点希望都没有 为什么你 他已经是一个经历过 几朝几代的老百姓 就一直在 在这个斗争 非常有斗争精神的 不屈不挠的这样的啊 这个 这些经历都有过了 你看那个 我今天看那个 台湾这个历史啊 经历或者重大这事件啊 这要仔细讲话 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啊 大家可以从网络去看啊 一定是比我这个 在这里讲 可能更准确 更清晰啊 那真是具有 这个悠久的 光荣的革命的 斗争的历史 反抗的历史 一些老百姓啊 你治理他们 不那么容易 你想让他靠铁拳 靠这个枪炮子弹 靠流血 靠杀人 你想统治台湾 不可能的 我认为只有什么 和平转型啊 就是我多次在视频节目当中 讲到的 就是 国家统一和民主 和平转型一览子计划 什么意思啊 就你大陆 学习蒋经国吧 搞政治体制改革 你看蒋经国 他伟大就伟大 他也是红尔代 和习近平一样 是官尔代 他爹也是专制 极限统治师 这一点和西中学 也差不多 和毛泽东也差不多 但是人家特别有误息 为什么 人家读书都过学习 善与吸取 这个世界各地的 这个政治 这个体制的经验教训 你看70年代 蒋经国到美国 去被人暗杀 为谁啊 这个差点死掉了 回来之后呢 他竟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对老百姓那么好 台湾老百姓很好啊 我对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呢 他只有想同 为什么 老百姓你光经济啊 这个繁荣 还不行啊 吃饱度才不行 人们还要求民主法治 新闻自由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误出这个 他就改革嘛 那当然改革也有美国的压力啊 如同现在一样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 就看习近平有没有悟性啊 习近平如果没有悟性 一条道走到黑 现在已经走了 大半截了 最后这一截 如果你真是向台湾 开战啊 中国人杀中国人 你可能一开战 败得一塌糊涂 因为你看 你这个海军 根本就是一个摆档 你不要看 搞阅兵的时候 都站在那里啊 整整齐齐的啊 因此撒索了 领导说 这个战什么好 战什么收招好 那是表演 那是玩 你真正打去仗了以后 就不丢回卸甲的 立即叛逃的人 就多得很 你想这当官的 你不过海军在里 那个腐败多么严重啊 这么多年在和平环境里 那就整天在这个九州上历练 和床战历 哪有打仗的 这个真本事啊 就都不客气地讲 你讲新型冠状病毒 是一场看不见的 敌人的和硝烟的战争 一出现之后 你不用讲下本人 就你习近平 就下成那个程度了 多长时间 12月底到1月初 这个期间 是不是啊 在孙孙兰去这个武汉之前 那你习近平还在搞太平盛世 各无生平 还在那 这个 搞团拜呢 团拜会一句话都给提 武汉呢 对不对 结果呢 真正知道 这个武汉的 这个病毒情况严重之后呢 就不敢出来了 好长时间不敢出来 出来之后戴个大口罩 在北京留着留着 见老百姓 连手都不敢握 到了最后 英勇去了之后 把局势 这个宁转过来了 这个孙孙兰已经铺垫好了 李克强都已经从武汉都回来 早早就回来了 一直跑去才去 仿照当年这个百万雄死 带领那么多的 人游盾牌 才去走那么一圈 你像这种心理素质 你能打仗吗 不是我买的 真的 千万千万不要动一种想法 就是你能打台湾 带领你手下的这些马屁军 所谓的这个正牌军 王牌军 那都催宁的 和平时期催宁 你这人打起仗来 现在这个腐败的军队 郭伯兄 睡在后 留下这个半顶 你怎么和人台湾打 你不要台湾 看台湾兵力差21.5万 陆军18万 空军4万 空军3.5万 海军4万 预备艺势350万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是不要看多少 你看人家的精神 看人家的战斗力 人家也有腐败 我相信 但是人家腐败 程度和你 和你的将军府能比 比例吧 对不对 你这个军队反腐败 这个内斗 抓了一批又一批 第一批是郭伯兄 徐才厚 第二批又是防风 温和张扬 马上搞不好 又第三批 你这种体质 肯定还有第三批 人人自卫 四面丑鸽 就非常的脆弱 哪有战斗力 第一天他卡好 卡好 有些人 他是恨不得 让你出丑啊 孤动力 打台湾 你一开战就完蛋 就爬下来了 爬下来怎么办 你怎么去收场 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能够打下来了 就像有一个将军 在这吹牛 说是把他围困了 然后一喊话 这事 人家蔡英文就举白旗投降了 怎么会呢 你想人家是一个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讲 人家是一个民选的 合法的政府 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的 这个是随着看的 清清楚楚 而且获得连人 一个是历史上 人家有斗争传统 一个是政治体制上 人家优于大陆 也是个民主政体 你是个专制政权 没有合法基础 不是老百姓选举的 是上级人民下级的 上级下级 都是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 都是什么 行贿受贿 搞这套上去 他能打仗吗 你家里藏了一顿钱 养了情妇一大批 私生子好几个人 这样的人他能上战场 是不是 所以说千万不要抱有幻想 只有什么呢 等待时机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哪怕是禁止 一点点改革 然后台湾老百姓和中国大陆 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 当然人家愿意统一 你要是如果是个民主的体制的话 人早就统一了 现在他不想统一 是意为什么呢 并不是说大多数老百姓要搞台独 谁也不愿意搞台独 台独是很少的 大部分是什么呢 是厌恶和恐惧 你共产党这种威权统治 这威权统治就像当年 这个蒋介石那个时代 搞那套东西 所以非常的可怕 老百姓都想有言论自由 有新闻自由 有民主 有法治 保留中国的完整的传统文化 都想过这个和平的生活 一方面不想分裂 另一方面也不想为共产党统治 政界就在这里 这很简单的事 我都研究了这个很久 虽然我没有去过台湾 你即使毛泽东活到今天 我相信他也要搞改革 他也不能搞这个武统 而且你武统在现在的情绪下 就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期 正因为美国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你更不能成人自卫 去杀中国人杀中国人 俗话讲哀病必胜 你说不定正因为这个原因 人家干你的时候更顺利 很快就把你干杯了 干杯了以后怎么办 你那个海军哪能扛得人的打击 你何况美国不可能不接触 美国的在台协会是干嘛的 早就有人进去了 我都怀疑可能台湾那下边 这个整个的台湾这个岛下边 是不是都有一个地下空城 军事设施都是非常完备的 我相信你 所以说这个不要存在任何的 这个武统的这个想法 蒋介石和毛泽东斗了一辈子 靠什么就靠刀枪流血牺牲 最后达到结果什么结局 他这个两个人的争斗 到现在为止你说是 谁正确谁错误 叫我看只有深可败 他也是一个案例 一个教训告诉什么 中国人民绝对不能互相参赏 还在靠什么靠选票 靠和平靠民主靠说服 这个引入竞争机制 在政治领域里 然后将来有一天 这个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还是民主党也好 不管什么党 一人一票的选吧 只要是中国人 赞成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个都应该可以竞选 老百姓选谁谁就上台 谁要是觉得没选上 就像这个在野党一样 起到监督就有 这多好 你去打台湾 打不下来 你自己就垮掉了 到最后那下场 这样子非常惨 你不如保留现状 赶快进行整个体制改革吧 没有其他的路 就可走 这个教语都是非常深刻 所以 之所以 这个党内军内 有一批人 总是股东 要武统台湾 我认为 这里原因都很多 其中有些人 也是做的样子 搞搞声势 为了什么取悦那些 鼓动和取悦底层那些愚昧的 整天看新闻联播的那些老百姓 老百姓就像对美国一样 一看美国死了 有些老百姓非常高兴 这都是反人类的心理 对台湾一样 台湾的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 都是这个历史上都是一家人 所以说一定要搞好关系 互相搞些贸易 做点生意 大家一起赚钱 多好啊 你何必是这个杀人头 杀人 搞这套东西 毛泽东搞那么多年 你想和蒋介石两个人 搞出什么结果来了 你现在回看台湾那些历史 我看了好多那些著作 那些文章 你可以看台湾这个 不用讲的历史上这些 这个潜伏后继的故事 你就讲的民主转型的过程 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惊天动地的 你看发生了多少案件呢 是吧 美国历史上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 还有这个陈文成案 江南案 石系案 这个等等吧 这些东西都讲不完 你想这些故事都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民主家的这个转型 绝对不会说是很顺利的 但是总会成功 台湾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 树立了一个什么呢 民主和平转型 全力交接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典番和这个灯塔呀 照亮了中国人未来的道理 这已经是实现已经证明了 并非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啊 中国人搞民主肯定搞乱了 就要汇旋啊 就要互相斗啊 怎么样 那都是骗人的 台湾已经说明了 中国人完全可以搞民主 那拿到大陆去更好 你给大陆将来如果搞民主选举的话 你从这个村乡镇啊 县市都集成一路路选上来 谁都可以组织一个政党啊 谁都可以办个报纸杂志啊 发表观点 自由的表达啊 拥有知情权 选举权和监督权 然后司法再也独立 你这国家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真正做到这一点 你就会给我去对接了 美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和你找麻烦啊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 支持中国支持了这个数十年了 是吧 从基辛格尼克松开始啊 为什么 人就是希望你能够经济上 这个富强起来以后啊 逐步的走向民主转型 整个全世界就是一种规则啊 就是法治精神 谈生意啊什么贸易啊 知识产业都靠法律来保护 你现在为什么和人冲突啊 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吗 一个拿李斯 拿的不是当理想啊 甚至把这个 这个病 新型肝东病毒 蔓延全世界 还当成了件好事 去讲还要全世界感谢中国啊 你争取的什么那个 这个发展 这个窗口期啊 这个等等啊 讲了半天啊 这个根本就无法和国际社会对接 那怎么能够呢 你再吹嘘也没有用啊 是不是啊 你看台湾开放了这个旅游之后 中国大陆 老百姓 连凭这个成群结队的 到台湾去旅游 回来以后 谁都看到了 都认为台湾这个物质生活啊 某些方言不如大陆啊 大陆它不一样 两极分化非常厉害啊 你对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的富豪 我看来那台湾就太贫困了 但是呢 你从中国的一些要求民主 要求这个改革的老百姓来看 那也非常羡慕台湾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到了台湾你看 报刊杂志随便出版了 老百姓可以在那个杂志报纸上 批评蔡英文的文章都很多啊 但是没有人去抓他们做牢 是不是啊 而且人家的选票 一人席票选举总统 蔡英文选举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都看到了 那确实了不起啊 正因为它是民主选举的 它为老百姓着想 所以说你看 它这一次这个防疫工作 台湾做的全世界第一 做的多好啊 可以讲你根本不可挑剔 它为什么这么负责任 台湾上上下下啊 它就是因为什么 接受SARS的教训 为每一个老百姓着想 你看它现在这个口罩的生产 不仅自己可以使用 而且帮助各个国家 而且口罩的质量非常好 所以了不起啊台湾 我看到网络的资料讲 台湾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五啊 而且工业生产是第一啊 所以有很多方面 你不要看它小啊 小而去 而且又是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 再加上经济上非常的 这个雄厚啊 现在和美国的关系 又搞得是挺好的 所以说你说你用武统去打台湾 你就不是傻瓜吗 你鸡蛋往一石头上碰 还在这吹牛啊 就像你吹和美国这个贸易战 吹到最后你刘鹤不是 屁点屁点跑到美国来了 老川普召集了这个 这个一批富豪啊 大观显贵啊 我通俗的把形容说 美国的红卫兵啊 给刘鹤好多批斗啊 刘鹤和那几个中共官员 站在那台上 他是手足无措的 就丢尽了脸啊 牵了个第一阶段的老鞋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不搞所谓反制啊 人家要求冒逆差 你多买一点东西就完了 就很简单就是了 有些人说美国是故意啊 就是要找这种麻烦 我认为不是啊 因为他回来之后 老川普 这个对习近平还是不错的 习近平提出关于 中心事件的这个事 要让老川普给协调 川普马上就给面子了 那证明人家那时候 还是最起码他接受了 美国这个 这个决策层的 一个哥哥派的意见 没有导向银派 你后来是中国这个习近平 我认为连连出错了 造成的 如果说老川普到北京 访问的时候 你习近平不是在故宫里面 你是在这个中南海 接待他的话 或者是在国内找一个风景区 就像那个海湖庄园那样 去接待人家 是不是就好多了 因为你故宫啊 你就沾了什么呢 那里面的阴气和毁气 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进 自有一番的考量 是吧 他那么伟大 那么野心那么大 雄心那么大一个人物 他都不敢接 你非要进去鄙视鄙视 在那里带着太太 吹拉弹唱的 迎接这个川普 那就给川普感觉 你是皇帝 他是万国来朝的外兵 那人家肯定不能接受 人家是国家 是个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对劫 也不知道谁给这个习近平就是策划的 估计是王后林 王后林的眼睛都支支的 虽然读了很多书 但是他没在海外真正的走动过 思想非常封闭 也非常僵化 而且他这一代人 很多人都从文革过来以后 没有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 你像泰戈尔不都讲过了 过去的故事应该照亮明天的道路 就可惜没照亮 他们也没看到明天的路是什么路 文字狱的受害者的后代 竟然也搞文字狱 这本身来讲 就被历史发展潮流 怎么能不出错 怎么能不蒙受灾难 你像香港的反送运动怎么出来 这不就因为一本小书 你当了国家那么大一个领导人 肯定有些人为了多卖几本书 为了读者 写一些有关领导人的私生活的故事 特别年轻时代那些花边新闻 这都是很正常的 一笑之子就完了 虽然不会再当真 烦恼的大东干戈 又抓人 又判刑了 到现在没有完 你想你把整个香港不搞乱了吗 让香港人对一国两制 丧失了信息 再导致什么找到台湾 渐去渐远了 这都是深刻的教训证明什么 能力不行 确实自己虽然在那摧嘘 摧嘘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那么怎么办 人呢贵有自知自明 一定得知自己的这个本质就多大 我在这方面不是我催你 我还是比较自知自明的 你看我2009年刚出来的时候 海外有很多报道 那时候就有人鼓动我 你成立个基金会 搞江云平基金会 肯定将来这个自己有份工资啊 也是名利双手 我坚决不是我 为什么呢 我知道我自己的半斤巴黎 我哪是那么伟大的 我就是个普通的 这个信心中的一个文人啊 这个根本担不起那么大的子 你真正搞个基金会 你一个基金会进了这些钱 都是纳税人的这个免税的这个钱 纳税人交这些钱 还有那免税发票啊 你搞这些东西 人肯定能都盯着你 再加上自己本人有缺点 那肯定犯错误啊 那何必的时候呢 你不像现在搞小视频节目 别人打赏300 200 那无所谓啊 你那么大的钱拿到手 就像那吴宫达呀 出事怎么出事 这不就因为也是什么呢 利小而博大嘛 你没有那么高的品德 你想搞那么大一个基金会 整天搞得花里胡哨 那肯定跌根头啊 所以我这个奉劝习近平 进行团队啊 包括共青团派 习派我都批评 谁好就表现 不好都批评 因为我本身来讲 我认为我做来可以 真的 所以啊 这都扯远了 千万不要再有一些 这个马屁肌的吹捧下 再犯错误 过去就输掉了香港 输掉了台湾 不过武汉也输掉了 最后你别输掉了 整个全世界就麻烦了 我给你讲 所以啊 本人认为啊 如果习近平 这个 仔细地想一想 还是学蒋经国吧 学蒋经国 要冒一定的这个 这个政治风险 就得罪党那些 很多的 这些保守派啊 特别吹捧自己那些人 但是你想从 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讲呢 学习蒋经国 恰恰是给共产党救了 免于清酸了 因为共产党建政以来 犯下的滔天大罪 你想你背这些灾 你能承担得起吗 要蒋经国如果不改革的话 国民党能够存在今天吗 就因为他改革了 主动自上而加改革了 所以历史就原谅他了 老百姓也原谅他了 最后民主和平转型 过去那些 搞文字运那些事情 就不追究了 你否则的话 下场就像那个布尔布特一样 就红色糕面一样 就麻烦了 所以说在这个大变局的 这个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啊 这个习近平我认为 你就真的何去何从啊 你一定要仔细的思量 千万不要觉得堵下去啊 这个继续堵下去啊 听你下边这个王沪宁这些人 这个一旁的黄文明啊 下边的小兄弟们 这个用肉麻的语言一吹捆 就麻烦了 最后就不可收拾了 其实现在已经是不可收拾了 你怎么收拾现在这个局面啊 你真正说美国要跟你 现实的这个索赔 罪责 起诉联合国 然后喊下法庭 管他打下去 你不赔 你不认错 人真要给你开战的话 你想 这个正义和公平在随意 人死那么多人 老百姓都肯定支持 全世界都支持 要干这个专制政权 国内你有搞出些人这个麻烦 你想那么多老兵都派行 他们能听你的吗 现在你现在给人家磕头 做也没有用 是不是 你形势多么危急 你党内有这么多的派系 胡孙华 这个李克强 他心里 他人能服你吗 是不是 所以说 本人认为 还是赶快改革吧 改革了以后 你才真正是 能够超越 这个 自己的这个父亲 因为胡锡东勋 的确是个改革 这个在任的期间 就广东改革开放 但是那是经济体制改革 你想 就如果真想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就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 我看到这一两天 中共官媒开始宣传 什么浦东开放 海南开放 你这个开放 如果仅仅是个经济上的开放 你还是这个 这个穿着心血 走到路 难以避免 垮台的这个结局 所以说 总之 这个本人是 不了解这个台湾了 完全是半门弄斧 希望那些去过台湾的人 就谅解本人 但是 我对中共的 一些领导人 特别是这个省级以下 还是比较了解 你在体制内工作那么长时间 还是比较了解 共产党的一些东西 对台湾的了解 是一部分 有一个事件 是我做过报道的 就在香港 微博工作期间 台湾有个民进党的 秘书长 林迪决 他跟一个男朋友 叫维电刚 维电刚 如果没记错的话 到这个辽宁去旅游 结果 被当地的这个黑社会分子杀下了 我去参加这个报道 这里展示一张照片 大家看一下 我记得近一点 林迪决的父母 后边做这个 拿一个小本贵 在采访 就是本人 所以我当时报道 这个重大的 也是一个事件 这个大家可以查阅查阅 这个香港文汇报的报道 本人这个报道 当时还是轰动一时 就关于林迪决的报道 就林迪决死的时候 这个台湾来了一个 道教 一个做这个 这个超度 死亡超度 人死之后 要超度离世 有那么多人 那些现场的照片 我照了很多 这个我可能是 位数不多的 大陆记者 能看到 就是林迪决遗体的 这么一个人 我曾经写了一本书 八万多字 那些密出版 就林迪决暗始末 这个将来 有机会去台湾的话 不妨给他发表 这当年都是 当然是成年旧事了 可能读者们不感兴趣了 但是这些故事当中都有一些 对我们都有一些提示 就是两岸的老百姓 都是自家人 一个是国家要统一 第二国家要民主要法治 二者不能偏非 我是坚决的反对 这个高台独 但是我也是坚决反对 中共的畏权统治 我的观点都非常的明确 我从来不掩饰 所以说这张照片 我始终留着 大约有一天将来 能去台湾 能见到这个林迪决的父母 当年我也是 既我的所能 用我的笔 也抱着重大的一个世界 死得很惨 这个林迪决女士 没想到 原本是给她男朋友去旅游 玩一玩 结果我命打上去了 杀害她的是 这个辽宁省海城市的 五六个人组织了 黑社会组织 当时办这个案的 这个当时的政法委书记 这个现在在大牢里边待着 已经被判刑了 张家成啊 安山市委书记 安山市委副书记 这个政法委书记 那时候他在安山 也是收眼车的同体 了不得现在已经被判刑了 在大牢里待着 你看这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今天的 这个海外七弹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这个最后啊 再一次啊 向中共的领导人提示啊 建议啊 千万千万不要武统台湾 要和平的民主的转型啊 希望能够三思后行 谢谢 再见